鳥籠公投法 表示他的決定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來比較一下當人民選舉總統跟副總統的選罷法 兩者來比較一下 我們要決定一件事情要提案 要千分之五要9萬人 但是我們一個公民決定要來參選總統 他只要去領表繳保證金就可以了 不用提案連署 當我們的一個公民的提案要連署成案的時候要 百分之五要9萬人 對於這個總統副總統的這個連署 那麼他只要25萬人就可以了 那麼當這個公投投票的時候 最後有效票要投票全人的二分之一要900萬人啊 但是我們總統副總選舉是簡單多數啊 我請教民主黨誰是國家主人 是人民還是總統副總統 公投法他是不代議政治的不足 你回答我問題誰是國家主人 是人民還是總統副總統 人民要選舉成為總統副總統 門檻規定比我們選罷法還要 比我們公投法還要低耶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公投法鳥容公投法 鳥容公投法的奧妙 不是只有門檻過高 我給你還原一下 2005年 陳文倩前委員 曾經接受中國媒體的專訪 那麼他講得非常清楚 公投法的奧妙在哪裡啊 請我們看啊這個第三行啊 這個我寫的這個法是鳥容公投法 主權不讓投領土不讓投 國號不讓投什麼東西都不能投 所有的門檻這個高得不得了 那麼所有公民數的一半 那時候連送都很擔心 我告訴他們不要怕 他的公投一定會垮 前面那些公投都是假的 因為我要全體公民數的一半 你怎麼投投票率只有八成 總統選舉都不成超過八成 所以你只要有三成反對的人 你就輸掉了為什麼 因為總統投票率都不到八成 有兩成不出門投票 因為一定有兩成不投票 這就是立法的技巧 所以你只要兩成不投票 掌握三成反對的人 加起來反對過半 也就是說我們鳥容公投法 有效票要投票全人的一半 就讓沒有出門投票的人 已經成為反對票的鐵票部隊 這個就是鳥容公投法的奧妙 民直接民權一個這麼嚴重的 設一個陷阱讓全國人民 沒有辦法行使直接民權的法繼續存在 還是國會之恥 目前宣傳 是同樣民主政治之恥